大家好,今天又要做一个号外 因为刚刚得到的消息 日本的首相安培访问我们中国了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同时又带来一个很坏的消息 因为日本要就这个机会结束 已经延续了40年的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慢点慢点慢点 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了吗 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没有人告诉我们啊 我们就知道日本既不道歉又不赔款呢 我们就知道是这样子的 怎么会有援助呢 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讲的话题 其实早在田中角融 这个40年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 这个田中角融就访问了这个中国 拜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我们的伟大的这个周总理 当时毛主席是这么跟他讲的啊 这个我不是原文啊 这个不是不是 quote 但是毛主席是这个意思 就说你们日本人对我们的新中国是有贡献的啊 因为是你们这个签约中国啊 签字了国民党的这个势力 使得我们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发展起来 壮大起来 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取得政权 所以你们是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啊 当然你要知道你去查查历史啊 在习近平主席简阅阅兵的时候 你们记得吗 在阅兵的时候 在天安门城楼上 有一位日本代表 叫做钟宽先生啊 这位钟宽先生是个什么人呢 他肯定是个日本鬼子了 但是他又是八路军的 新式军的 讲错了啊 在日本啊 有一个新式军这个支部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所以说事实上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啊 这个打日本鬼子的主力 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啊 是这个我们蒋维员长在打 呃我们共军在干什么呢 共军在南丽旺打盛产啊 在这个 据说是种某种经济作物啊 你们去查一下什么叫经济作物 那个很赚钱的那个东西 南丽王大胜场嘛 我们知道嘛 对不对 那么 真正到了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 那就是说 呃日本的军队 确实是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啊 我们把日本军 呼噜起来 不然编队 编到我们这个 据说是四野吧 好像有好像有几万日军吧 反正日军就想反正是仇恨国民党嘛 我换一身军装继续跟国民党打嘛 就是连给毛主席开火车的都是个日本人 哎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历史啊 那么就是说毛主席是感谢日本清约中国对吧 同时呢 毛主席还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 他的 这个 最早的教育是说的日式教育啊 关于这个呢 你也可以去看一本 在中国的禁述 叫做 显微人知的毛泽东啊 显微人知的毛泽东里面 就讲到有一个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假洋鬼子啊 叫假洋鬼子 他是毛泽东的老师 那么这个假洋鬼子是谁呢 就是本府上的老爷子啊 所以说 我现在这里 敬劝啊 尊敬的敬 敬劝那些油管们啊 那些 呃 来骂我的人啊 你们千万不要骂错人了 尤其是不要骂我的祖宗啊 因为我们家爷贝尔 是毛泽东 还有朱镕基的老师啊 虽然毛主席现在不在了 对吧 那朱总理还在 我们家 老爷子 是毛主席跟朱总理都清楚提过字的人啊 所以说你们这个要把你们的阶级立场站稳一点啊 不要弄得把我真的弄得生气了 我就找了个朱总理 那个高壮了 那对你们的领导就就不好了啊 是吧 就是告诉你们这一下啊 我是你们可以团结的力量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好 言归正传 那么事实上 当时田中角庸建了毛主的时候 他道歉没道歉呢 好 我查了一下原文 他是这样说的啊 在日本清越中国的时候啊 太阳面膜 就说给你们添了大麻烦了啊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当时我们这个翻译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 还是没有常识啊 他就把真正 按原文翻译出 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文化的差异 在日语中 太阳面膜 这个语言本身是最高级别的道歉 没有比这个级别更高的道歉呢 你跟别人说了说话 残念ですね 这也是一种道歉 就说很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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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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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啊 这个事情太坏了 这其实都是道歉 都是道歉的语言 在日本的文化中间 因为日本是一个暧昧的民族 他不会讲得很开 啊 我成功向你道歉 上鞠躬 跟你跪下来 没有 这个日本民族自从现在很强 他如果说跟你说 太迷惑了 就说 给你们添了 大麻烦了 这已经是最高级别的道歉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网友提出来 就说 日本对中国的正式道歉 好像是有24、5次 这个你们家就查了 我不是专家啊 你们去找那些 中日的这个学者 让他们讲真话 或者你们去了解 日本的政府 日本的人民 对中国是肯定是有歉意的 否则的话 后来他们也不会自己去做纪录片 啊 记录他们自己的阴暗 讲七三一夕细军部队 怎么样残害我们中国的人民 讲这个南京大屠杀 是多么的残忍 多么的惨无人道 毛泽东跟周总理 你与田中角龙这个首相见面的时候呢 当然田中角龙带了影子去的 带了钱去的对吧 口袋带了钱去的 就说哎呀对不起啊 那我就给点钱给你们吧 战争赔款吧 当时是中国提出了不要 为什么中国提出了不要呢 据说是在这之前 国民党已经提出了不要了 蒋介石已经提出了不要了 就说放弃战争赔偿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能比蒋介石的姿态还低吗 对吧 你这个日本人来了 帮助我们共产党取得的政权 那蒋介石不要 蒋介石要 那他是真的是对的 你看那蒋介石死了多少人 那蒋介石他部队 他的首相里死了多少人 对吧 你说给他点钱那是应该的 那蒋介石当时就是 也是要跟中共抢这个影响嘛 他不要嘛 那么中共也是表现得很大气 啊打火 我们也不要了 啊不要了 所以说不是他不赔款哦 是我们不要的哦 我们也要哦 那田中角龙就回去了 这个事情就哎呀 走到以后又觉得吃了亏 其实你想想看啊 这个日本鬼子侵约中国 他并没有跟共产党打 他是跟国民党打 对不对 他打的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他没有打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确实也没有必要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钱嘛 对不对 你说他赔中华民国的钱 那还说得过去 对吧 他没有打你嘛 他打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对不对 他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嘛 但是过了以后呢 哎呀中国人就想还是不爽 哎呀你看 哎呀白花花这银子啊 不能带钱啊 那要了点多好呢 对不对 那不要了不是很可惜吗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事情是毛主席周总理定的 那谁还敢说这个一个不字呢 对吧 他就哑巴吃黄脸只能是有骨架不出来嘛 但是呢 还好 那毛泽东呢 就是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呢 他就 年纪大了嘛 对吧 就去世了 那么周农莱总理也去世了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嘛 对吧 当然我们那时候也是哭的 就是哎呀一套糊涂觉得世界就要末日了 明天几天就要打下来了 哎呀毛主席没有了 那我们怎么还活啊 我们就不活了吧 我们都去死吧 那当时真的是这样一个情绪啊 但是呢 邓小平上台之后 他就访问了日本 邓小平说 他辞一惊 哇原来 现代化是这么个事情啊 就邓小平提出来 就说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 我们中国的现代化 应该是向日本这个模式 后来的这个胡主席 不是胡锦涛 胡耀邦 胡耀邦主席也提出了同样的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中国的现代化 应该按照日本模式 啊 那么这样呢 想搞点钱嘛 对吧 不好意思说啊 这怎么办呢 就日本这一点也是跟中国人是一样的 亚洲民族嘛 都比较含蓄 他不像这个美国人啊 冲来冲去 哎我不跟你玩了啊 我要退群 哎 对亚洲人还是要挨 挨面子 你也挨面子 我挨面子 其实日本人也知道了 心理神会就说 你不是要点钱吗 那这样吧 我们就 给你们援助吧 是吧 给你们一个无偿援助 有有偿援助 无偿援助 和技术援助 三种啊 中国一听 哎这个好 援助 这个两个面子都放得下来 对吧 我不是要你赔款吗 我是要你援助吗 对吧 那日本也是放得下来的吗 我不是赔款吗 我是援助你 所以呢 在1979年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受了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援助 啊 最大的一批 之后啊 就是日本就一直在援助中国啊 援助了多少钱呢 援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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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一下啊 2550亿人民币 援助了 相当于多少呢 相当于370亿美金 援助了这么多钱 你没想到吧 对不对啊 你说你那个首都机场 你总去过吧 还有上海的这个新的浦东机场 这都是日本人全盖的 铁路 中国的基础建设 环境保护 能源 医疗等等方面 桥梁啊 具体讲几个吧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晶泰铁路的电气化的改造 南昆铁路 还有这个上海宝钢 还有长江的第二大桥 一些这个地方的污水处理啊什么的 都是日本的钱在搞的 事实上 中国接受的外国的援助 60%来自日本 中国接受全世界 包括美国很多国家的这个援助 其中6%是来自日本 我们当然不知道了 我们只在这个横点拍电影啊 一年我要杀死21 日本人 日本鬼子 他不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开始的那一段 最最艰难的时候啊 那是日本人在帮了我们 日本人在顶着我们 把钱给我们 教我们技术 把中国这个建起来 把这个援助笔啊 这个援助笔的原型 全部都是日本的 没有这个日本的援助笔 这个心 哎呀你你你你 你援助笔都没有中国 日本对中国当时的这个援助 还有一个政治上很大的意义 那正是在中苏关系最糟糕的时候 那个时候苏联人敲网了脖子 中国人为了这个反对苏修 用了大量的钱 用在军事上 用在这个防止战争啊 这个方面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说 中国在经济上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个时候 日本援助了中国 其实我希望大家 去再去查查历史 日本为什么有光东军 我又在这里做博导了啊 亲爱的博士生们 你们要去查一下 为什么叫光东军啊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东北 被俄国人占领了 那么日本人当时是想东亚共荣嘛 就是说东亚共荣 就像那个美国人打朝鲜一样 我们中国不是援助吗 啊 要把那个美国鬼子 从我们的邻居家里赶出去吗 日本当时也是这样的 也是要跑到东北 把这个俄国人赶出去 啊 所以他们就留在那里 关东军啊 这个历史 我不在今天的节目里 具体讲 我交代一个作业啊 同学们回去做作业 为什么东北的军队叫关东军 而且这个关东军是在1937年日本清约中国之前 就已经在东北了 为什么 查一下这段历史好不好 啊 当时啊 这个 邓小平主席 邓小平好像不是主席吧 他好像没有职位 也不知道怎么称他 邓小平老人家 那就是 他在日本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发言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哎呀我发现跟那美国走的好像都发财了 跟那俄国走的都都都都都倒霉了 他说看来我们还是要跟那美国走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了去美国 选择了送留学生到美国去 然后韬光养晦啊 要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的原因啊 这是邓小平当时的这个想法 当然了 这又牵涉了一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的发言啊 我们这个华女士有发言了 首先我要表扬我们这个华姑娘啊 这一次她发言的这个语调 我觉得声音好听多了 她比以前讲话是柔和多了 就是说啊 看感觉的亲切一些啊 其实这个很重要 作为一个国家的发言人嘛 对吧 你声音好不好听的态度好不好很重要嘛 对吧 所以我首先是要表扬我们的这个华女士啊 你进步了 第二就是内容中我觉得有点酸溜溜的啊 她一个是承认 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援助 确实对我们的改革开放 对我们的经济建设起来很大的作用 这是做了肯定啊 她同时又赶快补一句 哎 日本人也得到了实实在的好处 好像这是一个双赢 就讲了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还是中国有一个面子问题嘛 对吧 你这个事情 呃 竟说我们得到你的好处也不好嘛 就是其实你也是为自己嘛 其实就讲错了 这一点我觉得不是不存重事实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给中国的这些援助 不是生意 不是投资 他是没有回报的 他没有什么 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你说他得没得好处 他肯定是得了的 但是他得好处不是目的 他是援助是目的 因为你说投资的话 我们可以讲双赢 对吧 我在你这个投资 我希望有回报 但援助是不讲回报的 因为他分三种嘛 一个是有偿 这个援助 那就是我借给你钱 无期贷款 你要还给我对不对 另外就是无偿援助 就是给你了 不要了 另外就是技术上的援助 就告诉你这个人怎么做 我觉得第三个是更重要的 就好像一个人说 真正大方的人 不是给你一条鱼 而是给你一个鱼缸 钓鱼的鱼缸 告诉你怎么钓鱼 所以说 日本人告诉我们怎么钓鱼 我们就永远有鱼吃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当方面的 就是帮 就是帮你的忙 所以你何必讲到双铃溜的 你干脆就不要说 干脆就不说了嘛 算了吧 这个事情 完了完了 对吧 你既然要说 你这样说 对吧 好像给自己留点面子 其实大家心里都不爽 而且都不符合事实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那么 为什么 日本要选择这个时间 来中国提出这个问题 你说日本 在这样的几股眼上访问中国 这不是给中国很大的好处吗 对不对 这不是顶中国吗 对吧 为什在同时又要跟你讲 哎呀 对不起啊 我没钱了 那个钱我们就 展示我们就不原作了 为什么 其实也是亚洲人的这种 这种脸面问题 对不对 你说欧洲人的话 特朗普 他就不跟你讲脸面 老子不跟你玩了 拍屁股就走 啊 你跟我做生意 哎我们又是朋友 啊我要给你什么好 那中国人 亚洲人 他要讲那面子 对不对 如果说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 啊 这个安培说 哎呀这个原作我不给了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那不是你小日本 那么不够朋友吗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两家好了啊 这是好的 这个时候 这个很好的气氛的时候 这个我们又不好拒绝 对不对 这个安培就说 哎呀 你看你们中国已经 厉害了 我的国 是吧 你已经是掉经济体了 是吧 你还原作非洲嘛 你搞一带一路 在外面 打 我不用用那个词 他们叫什么大撒臂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讲这个话没文化啊 就是说 搞大援助嘛 对不对 在外面去 呃 资源非洲多少多少钱 那么大方 你已经有钱了嘛 就我们这个小日本多可怜 我们这个经济又不好 那那那那那那 那你看我们那个是 已经 已经援助你四十年了嘛 那你看我们就 是不是 呃 就可以 就不给了吧 呵呵 这样的话 他给你高帽子一戴 其实哎呀 我们中国的经济 现在是真的很需要这块钱 非常非常需要 但是呢 哎呀 也是大众脸充胖子嘛 是吧 自己说出来去嘛 啊 中国2025 我的国厉害啦 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就是 我马上就要 好像就要解放全人类了 那他 也没办法了 好好好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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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这样吧 这个事情就 是吧 我说这个日本 日本这个众客真的是 哎 真的是你 你还是玩不过他们 他还是比你这个 狡猾狡猾的 日本鬼子 最终究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的 我也提出来的时候 当时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啊 日本援助中国的时候 当时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 这个期待是什么呢 就是期待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 它会促使到中国的社会改革 它会促使到中国更加这个 民主 开放 啊 与世界接轨 啊 这个价值观会改变 它是有这样一个期待的 那 你社会的经济进步了 你社会形态肯定要进步嘛 对不对 美国人也换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美国人也天真到 哎 我们让他加入WTO嘛 中国拿到WTO来 那么大家一起做生意 大家就在一个圈子里玩了嘛 对不对 一个群里玩的话 大家都会归 中所规矩嘛 那中国也会放弃它过去的那些共产统治啊 也会民族啊 也会人权啊 也会讲这个法治啊 中国也会像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 变成一个呃 好的国家嘛 美国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就 就一起来帮中国对不对 帮了这个几十年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啊 这个中国的很多人 我想包括很多领导啊 都指望日本首相一访华啊 这样的我们关系好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跟日本联手 对抗美国啊 哈哈哈哈 这个呢 其实跟中国要联手俄罗斯 对抗美国是一回事儿 啊 这是这是 呃 怎么说 我只能这样说啊 整个欧洲的 美国的 日本的这些政治家 政客们 他都比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成熟 他会玩这个牌 他就像打扑克牌一样 他脸上是没有表情的 他不会看出你 他真的要出什么牌 他不像我们中国的领导 牌还没出 他恨不得把孩子给你看 你看 厉害的 我的国 我就要搞你了 他们很含蓄 所以说 我觉得 这个日本的这一次访问中国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不会 不会不会 在原则问题上 日本人还是会倾向美国 他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意义就是在 因为日本是一个 这个亚洲国家 他也是爱面子 他现在跟美国绑着一起打你的时候 他还先摸你一下 他说 哎哥们 不是我 这个要打你 其实我实在是没办法 对吧 他要对你表示一个友好 对吧 然后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就他有道理 你看我其实很想跟你友好 是不是 那美国鬼子逼得我 没办法对不对 你放我一把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日本也是要对他自己的国民 以及向美国的政府表现一下 哎 你看我们日本是独立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 也是要表现一下 对吧 从心理上说呢 安倍也确实很想摆脱日本的管制 日本是一个很齐心的一个民族 这么多年 你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 被美国丢了两个原子弹 撒了那么多人 对不对 你说这个仇恨 作为一个名字来说 这是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啊 但是他又对中国又不信任 他又没办法 他必须要依靠美国 他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 这样一个境地上 那么他当然想摆脱美国 如果中国是真的进步了 民主了 开放了 真的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 那么他觉得中国可靠了 他很可能跟中国绑在一起 又搞日本人 过去想搞的东亚共荣 但是他知道中国人靠不住 因为中国是非常实用主义 能用你的时候 哪里啊 友好啊 什么东西啊 也不用你了 把你的汽车什么都砸了 怎么怎么样 这我们中国搞了多少次了吗 你说苏联不是吗 苏联一下打老大哥 一下是最大的敌人 美国也是 一下是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 跟美国搞好关系 没有一个理由 跟美国不搞好关系 好 反你 我也给你打 你就仿佛像个小孩子一样 没有人愿意信任你 没有人觉得你中国人讲话算数 所以呢 他是不会违背美国去跟中国做什么事情 那么就是说 讲到最后 日本虽然带了五百人的经济团体啊 什么商人来 当然他是探讨各种可能性 他确实是有可能 在很多实际的利益上 比如说一带一路 这个日本也说 我们要参加你们的一带一路 其实很多中国人就开始高兴了 哇 你看日本也来跟我们搞一带一路了 你以为日本谁来给你送钱呢 日本是傻瓜 你把路铺好 他卖他的车 你把港口弄好 他卖他的货 他把日本的货 跑到那里去卖 就是你把他打工了 变成是 就是他把你的一带一路抢走了 关于一带一路 以及非洲政策的事情 我们另外做一个节目啊 美国最近也是要提出 要向非洲投资了啊 他也跟我抢市场了 一带一路跟非洲的这个事情 下一节 我再跟大家讲啊 所以说 我认为日本人 无论从感情上 还是从理智上 他都不会违背美国的这个原则 去跟中国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不对 他顶多就是探探底 你里面捣蛋什么的 不要打到我土地上来 对不对 还是建立一点感情嘛 所以说 中日关系是否改善 的根本 还是在 中美关系是否可以改善 这个节目打开 没有用的 你说你跟你丈母娘吵架 吵翻了 对不对 你跟你老婆怎么去弄 那没用啊 那老婆就像她娘生的 就像我以前那个一样 对不对 我跟丈母娘又闹翻了 那个女儿就跟她娘 然后就把我谈谈关关都砸了 没办法 关键还是在娘那里 对吧 所以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处理好 中美关系处理好了 那日本关系就引刃而解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尤其是 我在这里再提出来 1970年代末 以及1980年代初的中日关系 那时候日本援作中国的时候 国际大关系是 美苏在冷战 而中国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跟苏联高 所以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美国和日本同时都自愿了中国 而今天是什么呢 今天冷战 是发生在美国与中国 所以日本是 我觉得是不可能 违背它组织的意愿 它也没有那个能力 去违背它组织的这个意愿 站在中国一边 去跟它组织打 对吧 你想想看 你对隔壁邻居那家狗再怎么好 那狗还是会挺它主人的 它不会帮着你去咬它的主人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今天讲完了 我回到我的题目 日本真的没有道歉 没有赔款吗 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了 最后就是不要对安倍访华 抱有至少是不应该抱有太大的希望 这只是一个外交上的可可欺欺的 没有实质性的 这样一次建交四十年 这样一样过场 就是一个过场 就是一个 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 对吧 它不会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关键还是做美关系 好 我今天就讲完了 有点出汗 希望大家点评 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希望大家参加我们的学习 我争取每天都做一集 东南西北 什么都讲吧 就讲到这里 再见 拜拜